每次来到狗拉雪橇的场地 都令我的心难以平复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的狗狗Jesse 也就来自这里 五年前 一位聪明而优雅的雪橇犬 走进了我的生活 它的名字叫Jesse Jesse并被一只普通的狗狗 它曾是这只雪橇队的领队 拥有一双蓝灰色的明亮眼睛 带着无尽的智慧和忠诚 雪橇队的每只狗狗 都有自己的小木屋 里面垫着干草 出去狗场 Jesse总是待在木屋里 一双蓝灰色的眼睛 盯着往来的游客 可能是它的绒毛太少 比较怕老 我一下就喜欢上它 五年前的圣诞节前 我们收养了它 尽管它已经退役 但它仍然充满着活力 只要给它牵一绳 它就飞快地奔跑 把我拉倒了好几次 因为它的生活就是奔跑 一周之后 它才学会了慢慢走路 和我们一起散步 起初它只是在前院探索 后来去了后院 再后来去了侧院 然后跨过了邻居家 它总是小心翼翼地探索 重复冒险 显然是一个有智慧的领队 我们没有叫它任何东西 都是它自己学习 即使是半夜 它要出去方便 也会进到卧室 把我们唤醒 开门让它出去 寒冷的冬天 现在外出训练 都是杰西与我作伴 它不会像其他狗狗一样狂吠 它只会用嗡嗡的叫声 表达着它的需求 杰西 喜欢吃沙文鱼 不爱吃狗粮 仿佛 它跟我们一样 就是人类 冬天里 我们相依为伴 春天 出去漫步 到了夏天 我们带上杰西 一同出海钓鱼 它从没有见过大海 害怕地待在桌子下面 夜晚 微缩地在我床上 花红地在桌子上面 那很多女人 都要明显 他们把你伴儉 觉得 推荷 在中国 乐人 虎 的方式陪伴着我 每一次与她合照 她的眼神 总是那样的深邃 似乎能读懂 我的内心 让我在她的陪伴下 无息远遇 度过 一个又一个的 春夏秋冬 Jesse 跟其他的雪橇 一样 不喜欢水 但是 每次给她冲凉 她也就服宠了 宠物聚集和反抗 每当有邻居的狗公 过来与她接触 她会坐在地上 高高地扬起了她的头 犹如公主一般 后来 我们就称她为公主 春天 我们一同感受 大自然的清新 夏季 我们一同临时 远方了海洋 秋季 我们一起赏月 冬天 我们则静静地陪伴左右 时光 时光润染 转眼睛 五个连都过去了 我们共同经历了春的清晰 夏的眼热 秋的宁静 和冬的寒冷 每个季节 都有杰西 无声的陪伴 她让我们生活 注入了一种特殊的魔力 每个瞬间 都充满了意义 丰富多彩 岁月 总是那样的无情 杰西的身体 渐渐地衰老 她已经不再是 年轻时的雪橇队长 每一天 我的用心感受着她 逐步浅容的体力 她 慢慢地衰老 耳朵 也听不见了 眼睛 已经不再明亮 今年的圣诞千叶 杰西安静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上了 偷望天堂的旅程 愿她 在天堂里快乐 天堂里 又多了一颗心 来就是我们家的 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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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西